我们这门课程的名称,然后我的名字,吴清卫 那这边,那如果要找到我,我待会会做一些介绍 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然后参考书目,课程简介 那我刚刚讲五大类的函数,还有其他综合练习 那首先的话呢,大概有个目标啦 这个目标其实是我大概定出来的 至少第一个,你要能够熟悉什么 内建的就是250几个函数,也在以色列面200 但你想说250怎么可能,对不对 不过其实有些东西是什么呢 你应该学习的是使用函数的方法 而不是使被每个函数都用 因为它其实有一个固定的使用的规则 所以你要慢慢体会到它怎么用的方法就好了 其他即便那个函数你从来没用过 可是其实你可以按照它所提供给你的相关的参数讯息 你就可以把你要做的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所以这边刮完,理解 用理解的方式,你不要用死被 不然的话你永远被不完 250几个 但你想说250几个足够嘛 其实很多问题,像同学说,我想要解准问题 那以色列面有没有函数? 其实很多是没有的 那没有怎么办? 你就要自己写了,那怎么写? 关键就VBA了 所以很多事情如果在Excel里面办不到的 那这个时候就指向VBA 所以我们按部就班来 那怎么样从函数到VBA? VBA其实我们未来会写两种东西 VBA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叫SUB OK 那SUB对应到的其实就是未来有个按钮 就是你可以如果你有写一个SUB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VBA里面产生一个按钮 按一下它,它就帮你把这个SUB 把它做一个执行就对了 那一般的这个SUB翻译的话 一般叫副程式 也就是说在一个VBA的模组里面 有很多的SUB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纸程式 也可以啦 因为它可以一直写很多的程式 第二种就是一个Function Function的话 跟SUB最大不一样是说 Function它就类似像内建的这个Function 也就是说有些东西里面没有 你可以自己把它写出来 然后使用的方法也跟内建的是一样的 所以我把它称叫制定函数 那里面的叫内建函数 OK 所以大概差别在这里 至于使用 好像用SUB会比较多一点 为什么SUB跑完就好了 反正就是我要做什么 我一个step一个step 我把每个step的顺序把它厘清 然后把程式循序的写出来 那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自动帮我完成 那其实这个程式里面 我觉得比较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回圈 这个什么叫回圈 其实讲 简单讲就是帮你重复做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一直repeat 有没有 你突然人要重复反复做 那如果你那个资料量可能100万 那你可能就要做100万次 不可能吧 人什么做100万次 可能做个不知道几天也做 但是你用电脑的话 它可以瞬间完成 也就是你跟他讲说 我从这边这笔资料到100万笔那个位置 你帮我全部做什么 做一些检查 里面也没有错误的资料 帮我拉出来建一个报表 甚至算里面错误哪些 还帮我分类一下 比如说哪些部门错的最多 你帮我把它 count 一下 可不可以 对这种VBA来说 真的是太简单了 可是对人来说 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其实为什么学VBA 因为主要电脑它的专长 就是处理人最讨厌的事情 什么事就重复做 所以后面的话 可能你们要学会至少一个回圈叫for for回圈的话 for 然后后面的话你跟他讲说范围 for哪里到哪里 然后帮我repeater ok 至于这个for里面的话 你可以做逻辑 逻辑的话就是if 应该都应该都有用过 只是说在这if的话 当然也有简单逻辑 一重的是跟不是 要不然就是是怎么做 不是怎么做 再不然就是 还有分很多的三种 四种五种多种 那你要怎么把这种逻辑给写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重点 所以你只要了解了 然后跟着写 写来写去都差不多 而且我的城市有个差不多的风格 其实说真的 我写来写去都那么几招而已 真的不多 而且我的城市 务求就是几个 我自己觉得 第一个城市越少越好 城市不再写多 再写金钱 第二个的话 写得越简单越好 不要说连自己都看不懂的城市 那当然别人看得更昏倒 所以你会发现 同样的事情 我写的 你再去看别的书写的 城市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你想说不是都写VPA吗 为什么都不一样 这是厉害的地方 城市最麻烦的地方 不同人写出来的东西 结果会是不一样的 这是正常的 也就是不同工程师 他思考的方向不一样 写出来的 结果的城市是不同的 所以你们要了解 不要说只是背答案 没有这种不需要 因为城市有时候是灵活 只是说基本的那些语法 你一定要熟悉 你有办法去变化 OK 其他好像录制聚集 编修怎么去编修 因为聚集实际上 就是Excel自动帮你写出来的城市 写什么城市 就是他会记录你滑鼠键盘的动作 帮你变出城市来 那其实这个背后就是VBA OK 那也就是如果你会的话 有时候 因为他用滑鼠键盘录出来 有时候有些重复的东西 他没有办法写的那么的流畅 而且城市有的时候录完 可能是几十行城市 但是我们如果自己写的话 可能几行城市就可以了 所以有时候录制聚集 只是一个阶段 如果你实在很多城市不会写 你可以用录制的 慢慢再去想说VBA怎么写 OK 可能就是阶段性的 那再来的话 怎么学会VBA的使用技巧 刚刚我讲过 回圈逻辑 回圈就是这个 for 逻辑就是这个 那变数的话 就是说你有些资料 你会暂时存放在某一个位置 记忆体里面 那就有变数 那变数当然有数字类的变数 也有文字类的变数等等 那不过VBA有个特点 就是说它的变数可以不用宣告 所以如果以前如果你有学过程式的话 特别是跟其他语言有些不一样 不用宣告 OK 你就可以直接 你只要把资料放进去 比如说你要产生一个变数叫A的话 你就A等于什么 它就把什么放进A里面去了 比如A等于1 那1就放在A 那也就在记忆体里面 那个A里面的值就等于1了 那什么叫变数 也说A等于1 后面你如果在A等于2 那它就把它盖过去了 A就变成2 也说这个 这个A是可以变的 所以才叫做变数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 你不要把它看得很复杂 其实电脑里面的东西 有点像剪贴簿 只是说剪贴簿只能用一次 但变数的话 你可以不同的资料 可以取不同的变数名称 大概是这样子 其他的话 还有什么设计表单 然后把Excel当资料库来用 这个也是常有同学问说 是Excel可不可以拿来当资料库 有何不可 有何不可 其实Excel设计的时候 就是希望你拿它来 处理一些简单的资料 只是说它另外有一套assist 当然assist是比较正规的资料库 Excel的话 我们可以定位说 它可以处理一些可能复杂度 还有资料量不是那么高的一些资料 是OK的 它有一个限制 就是说它一个工作表最多的比数 就是1048576 也就是说一个工作表最多是104万多比 1048576最多比数 OK 那100多万比拿来储存资料 我想应该也对一般的人来说也足够了 OK 那只是说如果你会超过100万比以上的资料 那你可能就考虑你可以用assist 或者是msc code 或者是oroco 更大的资料库来出的 它们有各自不同的定位 OK 所以就像说你要载东西 移民才两三个东西 你何必叫一个大卡车来吗 但不合理吧 对不对 所以如果两三个东西 你就自己手拿着过去就好了 对不对 OK 大概是应该可以懂的意思 所以有不同的用途 OK 那因为现在以sale其实我觉得还蛮腔大的 assist慢慢没有市场 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公司甚至没有人在学那个 不知道可不可以知道assist吧 这个资料库 那其他还有像什么快速下载网页资料 就是网路爬虫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其实我VBA拿来做爬虫 也很OK 只是说复杂度还蛮高的 其他还有像这些东西 就是多工作表 工作步 然后还有就是枢纽分析 视觉化报表 甚至跟拍场做结合 这不过后面 越后面的话 可能也许就是下一阶段的这个目标 我只是定出一个 我们这个课程可能会遇到的相关的内容 那再来的话 我自己简介一下 如果你要找到我Google吴老师 第一个就是我的教学部落格 第二个就是我的教学的YouTube频道 第四个好像就是我的教学论坛 中间的话也有一个吴老师的什么 那个不是我 OK 大概是这样子 其他我教过的课程还蛮多 我VBA 像手机的APP 像最近的Python 像以前只要是主流的一些程式员 我几乎都教过 OK 好 那这是我的一些简历 那部落格上千篇文章 那YouTube订阅人数已经差不多三万了 OK 那 不过也不算YouTube吧 因为其实我跟那个YouTube的那个网红不太一样 这有时候是无心插流 因为我最早也是希望帮同学 就是能够学会这东西 就把它录下来 但因为这样的关系放YouTube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或多少也是一些 也没有想那么多啦 OK 反正就放着 然后之前也担任过咨询公司的执行长 五年的时间 然后也拿了一些奖项 然后其他的话也担任顾问工作 那目前的话 比较多时间就是担任一些教学工作 还有就是企业的内部训练 就是协助 反正就是帮大家一些忙 把我以前所经验做分享 OK 那我有一些奖项 反正就说 这个是资养工艺精英 给我的一个卓益贡献奖 然后这是最佳人气 然后这是趋势先锋 反正让一下 那我的证照 算一下大概有33吧 OK 最近我又花了一点时间去考Python Python的程式设计 跟Python的网页 就是网路爬虫跟分析这些东西 OK 然后这是我的证照 我这是只是锦上添花 那我的YouTube频道 我这没有更新 这是之前的 再来的话参考用处 那至于呢 那个到底 因为我们在上课我是没有指定用 不过像这本我蛮推荐 里面有468招 意思说它里面有468个范例 每一个都是问题 也就是它一个问题怎么解决 那解决的方法 它会告诉你用哪些函数 只是这本书它把函数分九大类 它分的更细 那我只是分成五大类就好 因为我觉得九大类的话太细了 而且有些函数可能暂时你还用不太到 那讲的话我觉得有点 这个没有把阻力花在比较重要的函数上面 会比较OK 那它另外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它里面没有VBA 它只有用函数怎么解 可是有的时候我发现 有的时候用函数来解 反而更花时间 用VBA写一下就好了 只是说你可能要到那个阶段才有办法 OK 所以我们后面也会有一些范例 是取自于这边 然后呢 但是解答方式跟它其实也不太一样 因为我觉得看别人的东西 有时候还是反而不习惯 最后反而最好是用自己习惯的解法 反而解的比较顺 所以如果未来你看到我的那个给个参考答案 不是你想看到的 或者说跟你好像思考的方向不太一样 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用你的方法试试看 那当然如果你解H有卡住 没关系 你可以提问 欢迎 OK 也可以讨论的 所以解答绝对不是只有单一个 这有蛮强调的 也就是说真的一个问题 可能甚至想出十个解答的方法都可能 那你会想说老师你为什么最后会想用那一个呢 因为我最后斟酌之后发现哪一个最简单用哪一个 没有人没事 没有人没事的想的那个答案 越那么冗长干嘛 也可以解得出来 没错 但问题是不够精简 所以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就是写程式还是尽量越精简越好 OK 又是要斟酌嘛 又要写 写文章一样嘛 有的人 讲了很多但是都没重点 对不对 但有的人怎么讲都觉得每个都点到重点 其他的话有像这些超图解 什么ECLVBA基本讲座 跟ECLVBA一点都不难 一键搞定所有报表 不过这两本书我是觉得觉得像这本书 我记得好像它里面没有光碟 它只有程式 而且很多理论 但有的人回去自己打不出来 因为里面的话 就是比较是偏理论 你看完了好像看懂了 但问题是你要看懂之后 你要把它拿来写出结果 其实还是有一个gap 有没有 就是看懂了 跟写出来 真的啊 那个落差还蛮大的 所以我发现很多人 真的在学校也都学过了 可是叫他写 你不是学过吗 以前可能都是参考别人的 叫他写可能写不出来 可能问题会出在这里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尽量还是着重在实作 所以呢 那待会的话我会先针对我们按部就班嘛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先帮我下载范例档 并且开启文字与资料函数的里面的范例 然后呢我们就step一个一个step来 那主要还是针对问题如何解决 去做说明 所以待会请各位就是帮我下载 应该有范例档打开来 然后文字与资料函数 请各位先帮我开启这个第一个档 其实我会希望说你们先思考 我再告诉你怎么做 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解解看 第一个的话一起用编辑 比如说呢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把它放大 我这个放大一些些 这一题的那个逻辑 就是首期在这里 那有三个栏位 其实就是把这三个栏位 把它合并之后 变成一个完整的首期号码 那这是缺什么呢 零九 所以你这边要自己先输入零九 零九一一再串过来 然后一个减的符号 零九一一 有没有 然后呢 如果少一个 有没有 如果它的这个长度不足三码的话 那你要补一个零 如果这边再一个减 如果这个少两码 那就补两个零 零零 所以它的首期号码就要把 零九一一 一个减零八四 零一一 帮我放到这边来 OK 那如果用Excel里面函数来解的话 怎么解 你要把公式写出来 对不对 如果写VBA的话 就是在旁边多按钮 按下去 全部都OK了 就我刚刚讲 这个就sub 你就写个sub就OK了 他另外可能就写两个按钮 一个就完成 另外一个就清除 再一个就把它里面之后清空 怎么做 反正这个逻辑还蛮容易的 只是说我们按一个step来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这怎么做 里面有提示 你可以用什么 用串接符号and 然后配合REPT加LEN REPT就是repeats几个零 LEN就是算里面有几个字 也就是这里面一定要有三个字 三个字 可是问题呢 你算完之后只有两个字 那就补一个零 就是repeats一个零的意思 如果假设这边上面有个提示 如果请你按照上面的这个方法 你解不解得出来 第二个你可以想 可是有没有其他方法 我刚刚讲过 我没有标准答案 OK 你也可以想 除了REPT LEN 有没有其他的函数可以更快 更容易的解决 那再来的思考就是VBA怎么写 那请各位先开启这个档案 然后试着思考看看 那之后的话 我们会有很多类似的这种题目 反正就是 你就看到题目 然后想想看怎么做 然后我也会给各位一些提示 那你就是试着找找看 如果可以 因为理论上我看有三分之二的同学 刚刚的问卷 是对函数 有一定的了解 那如果你会 那只是说 像我刚刚有用到REPT加LEN 这两个其实 LEN 可能比较常用 REPT 如果你没用过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看懂它怎么用 然后再把你要的结果给做出来 试试看